哥们带过美瞳吗 哥们会带美瞳吗 哥们挑美瞳是不是只看展示图 晚上带完只能这样哈出地变身 带个半天就脱魂脑胀 就磨着眼睛躺着只能放弃了哥们 再看看咱 这带上美瞳眼睛不仅大一圈 还贼大自然好看 拍摄带一天都不会难受 所以每天都需要 眼出个上心好看的美瞳大户 哥们带过的美瞳 没有一千又八百的 哥们这些年 从来探过的浑水 都不允许你们再经历了 还不赶紧把你那个丁着美瞳发梦 全哪个的憨憨过敏还进来看 全美瞳除了老身常常的几乎对手 都不过虚策啊 影响佩戴感受很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知道吗哥们 是含水量 不过哥们不过还有呀 含水量越高越好或者越低越好嘛 像是大漏特漏啊哥们 每个人的眼部状况不同 要根据自身的眼部状况 来选择适合的含水量 今天哥们就来给大家讲个课 像眼睛本身比较湿润的 或者短时间佩戴的哥们 就选择大于50%含水量的 亲手入门呢 也更加建议选择大于50%含水量的 相对来说啊 会更加轻薄 透映也更好 对咱们的眼睛啊 更健康 反之 像需要长时间看电脑手机 长时间配合美瞳 或者眼睛一直处于刚刚撞他的哥们 那就建议选择低于50%含水量的 当然啊 没有一款美瞳是和所有人的 大家理性选择 他哥们就在用的这个 MURIZA的经典款系列 它价只有38%含水的 又有58%含水的 但再瞧眼睛啊 都能找到合适的呀 实在不知道自己选啥了 就可以先试他们家的mini款 特别是MURIZA的花色 还贼拉齐全啊 哥们 想要啥分子都能给你俩才明白 接着给你们上眼瞧瞧哈 大热门家如宗得冲啊 哥们 上眼自然 一秒天有次感美女 这谁这也不迷糊啊 想当甜美蜜糖少女的 就选蜜糖宗啊 哥们 上眼自然清透 微微还透露着金色光芒 可以整个被水汪汪住啊 哥们 又会再适合不过了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想会吧哥们